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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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不到的爱情 今天娇英雅 我觉得这个选手呢 她的跳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从这个艺术表现力方面 我觉得她没有把这种 爵士的这种感觉划出来 首先她的这种表情 我觉得应该带有那种 很妩媚的笑容 然后她的这个 因为她是身材比较高挑的 这种运动员 那么她又选择了 爵士的这种风格 她可以利用她的这个是肢体语言 应该表现得更女人 更有曲线 才应该更吻合 这个爵士的要求 对 从来说 对 但是从她的这个表现当中 没有 完全没有 这方面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没有看出来 她的这个爵士的感觉 对 这种感觉 这种音乐很挑人 就她要求一个女选手 你略带一些要妩媚 而且还要 最好是有一点点风情 对 要很性感的这种 那么其实作为这个年龄 比较大一点的选手 来选择这个是 相对于这个小 这个年纪小的选手 是比较容易来表现的 对 所以说一套节目的选取 非常重要 对 要适合这个运动员 那她能够这个 完全掌握她的这种风格 对 有几种舞蹈 比较挑女选手 一个是Tango 一个就是爵士 还有就是弗拉蒙哥 这都是有一些感情阅历 或者说你的这个经历 比较丰富的一些 成熟的女选手 对 更加好去驾驭 好 来看七十分 十八点九四 节目六分 三十六点四零 这样她的这一套 表演自由滑的总分是 44点27 目前排在了第五位 这个前进行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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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